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的简介里跳去第二部份 这次的暴风雨真的不惹小 因为是自33年来第一次 Hollywood都有雪落 大雨过后 南加州的南天白云又出现 有一条街封锁了给大家踩单车用的 我就拍了一些街景给大家欣赏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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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集我做我個人很喜歡的 Takoyaki 我做的是 腸仔炸蝦燒 材料很簡單 我會在影片下方簡介 post有什麼材料 要準備 首先做麵樁 預備小腸 蝦 切碎的番茄粒 切碎的椰菜粒 還有一個章魚燒的煎餅 先在預熱的煎餅上掃油 然後在每一格的圈圈裡面 倒入調好的麵樁 要倒均勻一點 這個麵樁是很有用的 因為它很白搭萬能 你學會了這個樁 其實很多好味燒 那些都差不多 都不會難得到你 之後撒上切好的材料 首先一個batch 我會做炸蝦 鹹 當然你也可以下章魚 接著就撒上切碎的椰菜粒 你也可以用大白菜粒 口味這家東西 鹹魚白菜各有所愛 好了 關鍵的步驟就是 你要反那顆章魚燒 還要反到完美無限 有點像小時候玩的電腦遊戲 可以反章魚燒 或者是反煙肉 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 現在就不是模擬遊戲了 是真的反的 都是熟臨生巧 你煮多幾次之後 就會隔輕就熟 大約煎兩三分鐘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麼漂亮的金黃色 也可以再煎它一會兒 第二回合 我就做我研製的新口味 就是腸仔粒 配番茄粒 現在我先用一半下腸仔粒 然後另一半下腸仔粒 然後下腸仔粒 接下來就開始下蕃茄粒 顏色是不是很色彩呢 然後滲一堆我好喜歡的芫菜粒仔粒 紅紅綠綠 琳琳滿綠 超多很多 可以補一도 滾到多了 可以更 rough 把用玉米捲進去另一邊 要四方四方 好了 煎到差不多就可以預備上碟了 這就是我做的這麼多粒章魚燒辣 在家裏可以做多一點也無所謂 我放了比較健康的蘿蔔油油 也可以選擇日式的蛋黃醬 如果你喜歡也可以加啡色的章魚燒醬 因為我喜歡的醬 我還加了紫菜粉 看看是不是很漂亮 先試一口 這粒是新口味 蕃茄粒配腸仔口味 看看 看到裡面的蕃茄粒 我喜歡的蕃茄粒 然後把它塞進去 然後變成蕃茄粒 在後面的蕃茄粒 然後把蕃茄粒 切成蕃茄粒 然後把蕃茄粒 然後把蕃茄粒 然後再把蕃茄粒 这粒是普通炸蝦口味 我先舀一口给大家看看 里面是这样的 都很好味,外脆内软 其实真的很简单 你在家也不妨试下做 你做完之后,可能会印象到你的家人 做得好的话,还不可以摆档做生意 如果你有什么新口味不妨 都跟我分享一下,可以留言告诉我 还有,如果喜欢我这条影片,记得给like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